嗨,大家好,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我今天又给我的花当头淋水了 就是喷淋湿的胶水 然后突然想起来,我说有些人说是害怕辅苗 害怕新苗进水后辅苗 我就想起来一个办法 看这是一个阿卡布糖片胶囊的一个袋子 我把它套上 一头剪开,一头是封闭的 然后把这个新苗这样套上 浇水的时候 就不会浇到心子里了 而且这个特别轻,对新苗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折 但是如果你们家没有电风扇 然后你又害怕你的兰花夜心进水后辅苗的话 你就这样 找一个袋子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袋子 塑料的小袋子也行呢 都可以把一头剪了 以后直接套在这个新苗上 就像我这样套上 然后你浇水的时候 新苗的夜心绝对不会进水 我是每次当头淋完了之后 我就用电风扇吹吹就行了 如果有害怕新苗辅苗的朋友 就学我这样套上就行 就这样套上 套上之后 怎么淋水也进不了心子 大家看 这个盆里也长了个新雅 我刚才也是当头淋的 如果你害怕夜心里面淋水会辅苗的话 你就这样套上就行了 它因为小嘛 你随便套一个东西 这样就不担心辅苗了吧 大家看这个 就是这样套的 把新苗套上 然后淋完水了之后 这样取掉 是不是不害怕浮苗了 看这两个秒 一点水都没淋上 好了 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兰友们如果觉得这个办法好 给我点赞 关注 然后转发给害怕浮苗的新手兰友 把这个方法用一下 感谢观看